学IT 拿高薪就来千方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你好 我是马诺玉飞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函数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函数的概念及作用 在讲这个东西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好 这是我们非常著名的一部动画片 这部动漫叫做火影忍者 当然咱们有一些同学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但是没关系 你可以接着再往下看 假设在这个世界中 这个世界叫火影世界中 它存在一种东西叫做忍数 这个所谓的忍数是将强大的能量集中在一起 然后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进行发射 然后产生后果 那么这个忍数它必须怎么样才能发射 它必须通过解映才能够发射 好 那么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呢 我们把其中关键的信息呢提起出来 什么关键的信息呢 第一 在我们火影忍者的这个背景故事里面呢 有什么呢 有忍数存在 但这个忍数是怎么来的 这个忍数呢 是由我们的忍数仙祖发明的 我们呢 在这部动画里面呢 看到呢 有很多这个忍数的仙辈呢 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忍数 但这个忍数被发明出来之后呢 它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忍数的一般情况下 都刻在石壁上或者呢 写在卷轴里面 它仅仅是以文字存在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把忍数的效果发动出来呢 就是我们要通过结印的方式 然后呢 集结能量 最后呢 去把它发射出来 并且呢 它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结印几次 触发几次 那么了解了咱们在火影世界里面的这些概念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 好 这个故事呢 跟我们刚刚火影人的那个故事呢 类似 在JavaScript这个故事中 有一个类似于忍数的存在 这个忍数的存在呢 叫什么呢 叫函数 忍数先祖呢 可以创建各种各样的忍数 那么同样 我们程序员可以呢 创建各种各样不同的函数 但注意 我们创建的这个函数呢 跟我们忍数先祖创建的忍数一样 它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效果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忍数 它是写在卷轴或者石碑上的 而咱们的函数是直接写在代码上 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 怎么样才能产生效果呢 我们的忍数需要结印才能够触发 同样 我们的函数需要调用才能够触发 那在这段关系里面 我们其中的这个忍数 代表的就是我们这次的函数 而结印发动忍数 就相当于我们在GS中调用函数 执行这些函数 那么了解这一概念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 咱们函数应该走去声明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着我们刚刚的去 讲的那个故事 然后呢 提出的两个概念呢 一起来看这个函数 它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首先 我们要在当前页面上的 去完成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我要在页面上的 输出十个Hello Word 那么由于呢 咱们之前呢 学过了循环 所以呢 在一方我们输出十个Hello Word呢 我们完全可以的通过循环 去完成这个事情 在这一方 I等于0 I小于10 最后呢 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去输出Hello Word 那么这个循环呢 它一共会执行十次 最后呢 在页面上呢 去输出十个Hello Word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需求呢 要更进一步 我不单单想在页面上呢 去输出十个Hello Word的 而是不单单想要输出十个Hello Word的 而是在不同的一百个地方 都输出十个Hello Word 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输出十个Hello Word的 但是我现在的需求是 希望在一百个不同的地方 去输出十个Hello Word的 这样的话 如果我真的要去实现这个程序 我必须找到这一百个地方 然后呢 把这个代码再去复制粘贴 那么这样的话 还是会遇到 咱们之前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 我们的程序呢 它变得非常的臃肿 结构呢 是非常不清晰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维护程序的时候 假如呢 我们想把这个里面的程序中的Hello 改成Hi 我得找到这一百个地方中的Hello 一个一个去改 也就是说我们后期维护成本的非常的高 第三个 我们程序的开发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我们不单单在改代码还是在重写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都必须找到这一百个地方一个去改 这样的编程方式是非常低效的 第四个 我们的代码是没有复用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百个地方的代码 使我完全复制粘贴过去的 那么现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得用到函数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来看这个函数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稍微给它注意一下 首先 我们的函数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语法 假如大家想要去分装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先必须声明 跟我们的变量一样 这个函数必须声明以后呢 它才能去使用 而声明函数的语法是直接通过一个叫做Faction的关键的声明 然后呢 在Faction后面直接跟我们函数的名字 当然这个函数的名字也属于标志符 所以呢 它的命名规则呢 跟我们原来变量的命名规则是完全一致的 好 后面写一个小括号 在后面再写一个大括号 在这个大括号里面呢 去写我们具体要执行的代码 也就是函数体 这个结构搞定以后呢 如果我们想要对我们上面输出十个hello word 在一百个地方 一百个不同的地方去输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用函数怎么去做呢 首先一葫芦画表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声明的结构给它写出来 通过一个Faction声明 好 那么注意 这个地方我们的函数名它是标志符 之前呢 我们再去给大家讲述变量名和标志符命名的时候 咱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建名思义 就是我一看到这个变量名 必须知道这个变量它里面存的是什么数据 同样咱们在一方对于函数名的命名呢 也是建名思义 但这个建名思义呢 跟我们原来那个建名思义呢 稍微有点点不一样的地方的是 在函数中 这个函数名呢 我必须是看到函数名就能够知道这个函数它的功能 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到这个函数它要干什么的时候呢 就非常简单了 那你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人数 你比如说像火盾 什么什么 我们一听名字就知道它要发动什么样的人数 因为它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形象 那么在这呢 我要去输出Hello Word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函数名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print输出 按照我们上面函数声明的这个流程呢 把函数声明好以后呢 我们仅仅需要呢 将我们原来输出10个Hello Word的代码呢 直接复制 粘贴在这个函数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步骤叫做我们函数的声明 那函数声明结束以后呢 最后我们把这个程序呢运行一下 那么你会发现呢 我们在页面上呢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当然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我们写代码写错了 这个代码写的是对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局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 在火影世界中 我们呢有很多很多忍数 这些忍数是由我们的忍数先祖创建的 但是这个忍数被创建出来之后 它是被写在卷轴或者石碑上的 它不会自动去进行发动 那么只有当我们结印发动忍数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发动这个忍数 这个忍数才会有它实际的效果 那同样在咱们JavaScript的这个世界中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函数存在 这个函数呢 是由我们程序员编写的 刚刚我们就直接编写了一个叫做print的函数 但注意 这个函数被声明出来之后呢 就跟咱们的忍数一样 它仅仅是写在我们当前页面上 它不会执行的 什么时候才能执行呢 当我们去调用函数 这个函数才能够执行 这个操作呢 跟我们忍数需要结印 才能够发动 是一个道理 那上面这个语法是函数声明的语法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函数调用的语法 这个所谓的函数调用呢 它的语法格式是这个样子 它是直接函数名扩弧 这就是函数调用 那么现在我们把函数分装好之后呢 刚刚运行的结果是它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现在我想让它输出对应的hello word 我就在合适的地方去把这个函数名 括弧写一下 最终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就在页面上输出了10个hello word 然后呢 如果我想在100个不同的地方去调用这个10个hello word 那么你就在100个不同的地方去执行一下这个print就OK了 那么最后呢 我在页面上重新去执行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呢 我调用了三次 它就输出了三遍10个hello word 这就是函数 所以呢 关于这个函数大家要记住两个点 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使用函数先得申明函数 但是申明函数呢 仅仅是将函数申明 它呢 不会执行 那么我们在需要去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去进行函数调用 它就能够去执行对应的函数 用了函数以后呢 我们再跟我们原来不用函数的做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函数呢 它有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作用 具体这个作用呢 有什么呢 第一 对比于我们上面不用函数这种情况 咱们的代码结构呢 变得简洁而清晰 第二个部分 如果我们现在呢 想要对这页面上100个地方的代码进行修改 我想把这个代码改成high word的 我们只需要改 我们函数声明这个部分就OK了 那最后我们在页面上运行的时候 所有的代码都变成high word 后期维护成本呢 是非常低的 第三个部分 我们编写完函数之后在别的地方调用呢 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写代码的这个量啊 所以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程序开放的效率 第四个就不用说了 写函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代码的负用度 这就是函数 刚刚呢 我们去给大家声明的这个函数呢 从我们函数的分类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呢 分成一个叫做无参数 无返回值的函数 好 现在注意 我们要在这个题的基础上呢 再去给它增加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现在我并不想让它去输出10个hellover的 而是我们想呢 输出n 然后呢 让它输出n个hellover的 咱们要把刚刚的这个例题呢 再进一步的去给大家吩咐一下 这个吩咐的原则是 我们想输出n个hellover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输出n个hellover的 跟我们原来的那个输出呢 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原来编写那个函数里面 输多少个hellover的 它是固定的值 所以我们直接去分成函数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需求呢 它到底要输多少个hellover的呢 我是不知道的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后果 就是我们不同的人 在去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n的值不一样 最终输出的hellover的个数呢 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不确定的值 对于这个不确定的值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函数声明的时候 对于这种不确定的值呢 我们是统一给它声明成函数的行参 所以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得去分装一个叫做有参数 无反汇制的函数 具体我们先来看下格式 它的格式是这个样子 同样还是faction faction后面的直接写函数名 然后呢 后面是括号 这个括号后面的写什么呢 写行参 这个行参的个数呢 可以有多少 可以有很多个 而且这些行参呢 在我们小括号里面呢 需要用逗号隔开 啊 那么最后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还是我们的函数题 也就是我们要执行的代码 这就是一个有参数 无反汇制的函数 那这个参数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行参 它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 我们在编写这个函数的时候啊 由于咱们的这个问题是输出n个hellover的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呢 它存在一个不确定的值 也就是它存在一个位置量 但是我们在编写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量它不能确定 但是我们这个函数功能也要去写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像我们在做菜的时候 放多少盐呢 根据实际情况 放若干的盐 就这个若干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所谓的行参的是什么呢 是形式上的参数 也就是我假设存在这么一个n的话 我要输出n个hellover 这样的话 咱们按照上面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去分装这个函数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什么呢 变成print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不确认的值n 一共只有一个 所以我就声明一个形 才就OK了 声明完之后 在这儿呢 假设这个n存在 我们呢 去编写咱们输出hellover的代码 同样呢 当我们把这个函数声明好之后呢 这个函数它并不会执行 只有当我们调用函数的时候才执行 那么我们试着把这个函数调用一下 那么在调用的时候 注意 我必须给这个n呢 确定值 那么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确定的这个值呢 叫做食餐 也就是我们实际使用的参数 所以呢 调用函数的这个格式就变成这样了 变成函数名 扩弧 食餐 那么这个食餐呢 一般情况下呢 跟我们上面这个行餐的是一对应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呢 写一个5 最终呢 我们在这儿呢 就会发生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叫做 传餐 这个所谓的传餐 就是我们实际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要用 食餐给行餐 复值 也就是说 我要用这个地方实际我传入的5 去给我这个地方的形式参数n复值 在这儿做一个n等于5的操作 最后 我们会把n等于5呢 带到我们具体质型代码里面 最后运行结果 这样的话 最终我们在页面上输出的值是 5行 hello word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不同的调用的过程中呢 这个值是可以去修改的 你比如说我给它改成个2 改成个2以后呢 最后我们在页面上输出的 它就只输出两个hello word 这叫做 参数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所谓的行餐呢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 在生命函数的时候 假设存在的值 假如这个地方有一个n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而我们在实际调用函数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食餐 这个所谓的食餐呢 是我们实际的传入的参数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呢 它会发生一个叫做 用行餐给 用食餐给行餐复食的传餐操作 最终给这个行餐传完餐以后呢 它可以把这个n等于5呢 带到我们的公式里面 最终输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叫做传餐 这是我们参数的一个作用 最后大家要记住啊 假如大家遇到一个题 你想要确定这个函数的行餐 应该怎么去声明呢 它是根据这个题里面 有哪些不确定的值决定的 而一般情况下 咱们声明的这个行餐 它使用起来跟我们的普通变量 没有任何区别 这是一个无参数 有参数无返回值的函数 关于这个食餐行餐呢 我们在这呢还有一个图 你比如说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去买房子的时候 或者去看房子的时候呢 大家会发现呢 我们这个销售导购呢 会给大家呢 去放一张这样的图 那么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房间的布局 并且呢 它会在里面去画一些什么呢 画一些这个家具啊 或者画一些电器 但是注意 当你看到这张图以后呢 你在脑子里面想着 假如我买了这个房子的话 我应该在这个位置放一个电视 在那个位置放一个沙发 但注意 这个地方所谓的电视跟沙发 它都是行才 也就是我假设存在的话 我要怎么怎么样 那么当你真的啊 有钱了把这个房子买了 买了之后呢 我要去装修的时候 那么你会按照你当时的设想 去买实际的家具 把它给搬进去 那个东西叫做食材 而你按照你原来心目中的 这张草图去布置你家具的 这个过程叫传采 这么理解也是OK的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马朗玉飞 rzeczy 还不得iko 你出来 这张草图成 Engineers